原来真有人被老天爷追着喂饭吃 当这些满鸡小孩一开口 我才知道我是来人间凑数的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估计韩红打死都不敢相信 自己的天路竟被这小学生给完美翻唱了 那是一条 高了高了孩子 或许人姑娘唱得上去呢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把人间的温饭送到边角 心可就素有茶 会更加香甜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而在另一档节目中 十一岁的汤晶晶一首贴亮了 直接唱哭全场 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界 我愿为她剪造一个美丽的花园 我想又轻轻揣住她的手 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 他们笑了 天亮了 从山村小教室 一路唱到各大卫视的韩甜甜 一首飞云之下 干净的歌声极具感染力 听得台下评委一脸的银舞笑不说 更是征服一众网友 咱就是说 这是什么种族天赋 在四郎共布木兰星的舞台上 一位名叫拉巴刺人的小朋友 虽然没几句歌词 但一开口就让你头皮发麻 神秘感 开局就让田震萨鼎鼎忍不住惊呼的王一成 自弹自唱的贝加尔湖畔 声音清澈干净 至于感瞬间拉满 多少年以后 无缘伴游走 那悲欢的脚步 让我们难牵手 只剩一时 有多少年以后 被沉没在月光 入睡的夜里 姐妹两个同唱一首离别开出花 妹妹一个字拿去一半收益 你是懂凤凰传奇的 眼泪轻轻的擦 别管那多醉乌鸦 眼下那些风沙 你才能慢慢长大 要结束几朵花 用你最好的年华 这是青春的代价 当你别开出花 伸出心脏的枝呀 像东西水游来 等待兴趣融化 你每次离开家 带着远方的线挂 大城市的繁华 盖住了月牙 礼物演唱的天使的翅膀 清澈的嗓音 一开口就让人陶醉其中 我也随风将要去何方 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 藏废物的声音 像天使的翅膀 划过我幸福的过往 同为十一岁小男孩 王虎祥用空灵的嗓音演唱墨眉 真可谓墨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不与繁华 不与繁华争起眼 当我已经告别昨日 是想去未来的永远 我要像某一样自愿 像天空一样坚强 小胖一首歪了门 别的不说 就冲着英语 我就说了 海里スト 《海里排列》 小船 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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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